小伙伴们注意看 蛋仔派对四小之中的小粉蛋 和小黄蛋坐在一起 他们同时吃着一碗薯片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小粉蛋最好的朋友就是小黄蛋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四小之中的小粉蛋 它最好的朋友并不是小黄蛋 你们都误会了 你们难道不好奇 四小之中的小粉蛋最好的朋友 究竟是谁吗 众所周知 蛋仔派对四小之中的小粉蛋 在蛋仔岛是真实存在的 是只女生蛋仔 如果你喜欢蛋仔派对四小之中的小粉蛋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蛋仔派对四小之中的小粉蛋 它很优秀 它能够善舞 并且它非常乐于帮助别人 在四小之中的小蓝蛋过生日的时候 它亲手给小蓝蛋 戴上了一顶生日帽子 祝它生日快乐 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过生日的小蓝蛋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蛋仔派对四小之中的小粉蛋 它最好的朋友 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在观看 罗庆CG中找到的答案 发现了小粉蛋最好的朋友 仔细看四小之中的小粉蛋 它手拿地图 瞬间拉醒了正在熟睡的第五小只小绿蛋 此时他们选好了一处旅游地点 小粉蛋就骑着摩托就出发了 你们注意看小粉蛋骑着这辆摩托 它在的人就是它的好朋友小绿蛋 所以很显然 蛋仔派对四小之中的 小粉蛋它最好的朋友 就是蛋仔派对四小之新成员 第五小只小绿蛋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